現在只是7點半 大家已經小心了 用這個牛油果油煮出來的東西吃到會變得很綠色很不漂亮 這樣一點就很快就會用光了 太好了 我現在沒有開七號煙機但是油煙味也不太大 因為這裡有個腸 太好了 全方有腸真的很重要 接著就是這個我很喜歡吃的芝士腸 芝士了 今天會喝美露 是一個馬來西亞的朋友給我 真的很難得我會這麼早起都很想吃早餐 幫助來帶他三十天 我基本上每天都是這麼早起床 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鬧鐘 完全是自己想 我有一個感覺 也是我希望搬來之後會有一個新開始 在任何方面都會有一個新開始 會不會有VLOG出現 會不會有VLOG出現 會呦 是不是妳看看 我的新開始 好 現在就要開拍照 拍照 換了衣服 還明天都塗了衣服 還有我發了個妝 我覺得我心情很好 真的 我發覺搬了房子之後 雖然只是搬來幾天 但是我整個心情都不同了 我猜應該也關一間屋 因為現在很瘋狂 然後有光亮 然後可能因為秋天的關係 一些微微的涼風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 總之我現在心情是超級好 因為我只是搬來幾天的關係 家裡的布置基本上是 完成了只有30% 我猜 所以我網購的東西都逐漸來 而昨天我都好像落單落了五十多萬 這裡就是其中一部分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我買了什麼 拖鞋 這一雙超好穿 其實我現在都穿 是同款不同色的 因為這些是膠拖鞋 我打算去露腿 或者上天拖的時候穿 因為之後都想著會邀請朋友來我家玩 因為現在家裡終於有足夠的空間 所以 也是時候可以給很多朋友來 以前小時候 家人不太喜歡邀請朋友來家 所以我一直都有很少邀請朋友來我家的經驗 但是 自從我來韓國住之後 然後我就發覺原來我是喜歡 叫朋友來我家玩的 其實在上一間房子開始 我已經有叫多了人來 但始終環境限制關係 所以就沒辦法有很多朋友 但這間房子應該可以 容納更多的朋友 好期待 只是想像已經覺得開心 這個就是洗衣袋 比想像中有點小 逼我多洗衣服 OK 其實我本身 我買了第二個籃 用來做洗衣籃 用不下手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籃 很漂亮的嗎 它極度有田園風 洗衣籃我沒留放出來 我應該會放在洗衣機後面的位置 但如果放在洗衣機後面的話 其實它長年都會被遮住 所以我還是決定 用這個 哇 其實這個籃子放在這裡也很漂亮 Oh my gosh 我覺得我廚房東西 就一個田園風才行 然後這個 咦 但是它比我想像中用錢 這個籃子 因為其實這次這間房子 我想走一個深色的路線 我應該在上一個 我入火前的廚房也有跟大家說 所以這次我買的東西 盡量都會想買深色 但是這塊木 很淺色 這個形狀很漂亮 這個就算是用來做砧板 或者是你用來做碟也很漂亮 那為什麼會買兩塊砧板呢 因為生和熟的食物是要分開的 然後因為這一塊 而且我覺得很好 它是有隻腳的 那它就不會線來線去比較穩 然後我買了 這個 Lotion 和洗澡液 這個brand的這個味 我真的超級喜歡 它有噴衣物的 然後有Diffuser 他們這個brand是普通的藥妝 都可以買的 但是 因為爛掉關係 所以我就在網購 極度推介這個味給大家 它是有一種 好像比你置身在田園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我最近真的很喜歡 田園 原藝的這些生活 所以如果家裡有一個田園感 我覺得不錯 這個會擺廳的 這個不是cushion 這個也是座椅 因為習慣了坐地下 所以一定要有東西佔著它便宜 因為之前我家裡不會穿拖鞋 但是 我搬進來之後 這幾天覺得 這間屋是需要穿拖鞋 因為腳會走到 有點不舒服 一個就是掛室內拖鞋 一個就是掛室外穿的 掛了四雙 這把很厲害的 不知道我這樣是一批 什麼 啊 就是 酒杯 本身家裡廚房太小了 沒有位置給我放杯 所以我一直覺得很可惜 我家裡沒有紅酒杯 所以這次我就特地 補入幾個紅酒杯 重點是我的朋友們 他們完全沒有問我想要什麼 進火禮物 他們直接就說 你想要紅酒還是白酒 所以他們已經預期我一定要走 所以 為了跟他們一起喝酒 所以我就買了紅酒杯 好 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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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點四 好正啊 陽光這樣 招進來 好好啊 因為我之前的舊屋 嘩 好光 因為我舊屋向東南 我早上是還沒起來的 所以我就經常錯了 整間屋最光的時間 客廳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我的工作室 嘩 超級爛啊 怎麼搞啊 好 我的衣帽 我的衣櫃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來到 我真的最早在衣櫃放在地上 因為衣服放在地上都是煩的 完全收拾不到東西 然後睡房一樣都是這樣的狀態 然後我只加了一個窗簾 但我想說搬進來幾天 我這張床睡過兩次 我常常在梳化睡覺 客廳實在太舒服了 陽光很好啊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我心情真的好很多 雖然現在這間屋只完成了大概是35% 但我已經非常滿足 大家感覺到我的喜悅 大家覺不覺得我在這裡的心情 和在舊屋的心情是差很遠 原來換了這間屋 是可以令到整個人的情緒這麼不同 早知道快點搬啊 唉 Temple Drop 這個就是之前貓送給我的禮物 這個其實太漂亮 所以一定要快來新屋 但是因為之前呢 它就長存在我家的窗台 那我窗台是長期被我的窗簾遮著 所以大家應該很少看到它的存在 但是這個新屋呢 我應該就可以把它好好地放出來 貓特地在日本賣給我的 他說裡面這些蒸體 是可以預測天氣 就是如果熱的話 就會整個地方透明一點 如果冷的話就會白一點 好 又清空了一個籃子了 1點51分 我的午餐 這個是昨天喊的外賣來的 我真的想說 我覺得 麻袍區的外賣真的很好吃 因為在舊屋住了兩年 我經常喊外賣的人來的嘛 真的喊十間有八間是不好吃的 但是再之前我在弘袋住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隨便喊一間好吃 喊一顆麻袍區 真的很喜歡這些 葉的生的魷魚 我覺得這裡的光不錯 這邊就是露台 這個光是在舊屋絕對不可能出現的光 我覺得這個位置好像看起來比較 精神 好 現在出來了 去zooming center 因為呢 搬了屋之後 要14天之內改地址 如果不是14天之內改 是會好像要罰錢 還是怎樣的 所以現在呢 快快就衝過來改地址 原來是第二張form 這張才是 這張才是 因為早前呢 韓國是全國都 2.5那個 好像社交距離嘛 所以呢 健身這些全部都是 沒有開 但是我呢 其實是做幾次PT的 所以 就沒辦法了 雖然不關肉 但都特地走過來 所以買了幾次 好了 做完健身了 現在呢 要休息一會 接著就去做心理諮詢 要7點半 現在6點 可能去咖啡廳或者去 逛街 還有少許時間 過來逛超市 今晚吃的東西 找到我最喜歡吃的牛油 真的很難買 在韓國這個牛油 真的很難買 剛剛進行完一個小時的心理商談 真的要我回家了 每次 每次聊完呢 都覺得好像 就是 都好像 他在我內心裡 挖了一些東西出來 其實每次聊完心情 都不是很好 但我覺得好像更了解自己 多了 所以 其實都挺有幫助 我對這些心理商談 果然專業的人 真的不同 讀心理學的人 真的不同 好 現在要收拾好心情 去家裡吃飯 好餓 我 買了這個 高湯包 胡筍 親愛的牛肉 坐飛機通常都是給這些牛油 超愛這個brand 買了miso回來 超可愛 它超小的 他們的品種 好像本來這麼小 好像吉 很可愛 好話說 所以其實我呢 我今天打算做steak 因為 難得做完運動 然後 唉 想想還是不好吃 那些粉質 但其實我現在 沒有胃 我覺得欠了一張桌 我可以先煮一個湯底 它這樣獨立包裝 超級好 萬能湯包 很大塊 超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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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按一下 嗯 為什麼這麼好吃 跟春月買的一模一樣 原來麵線很容易做的 但我之前呢 還常常買日本那些 直重湯包 發覺根本不需要 我放下控制得不太好 它幾乎全熟 嗯 它現在已經很睏了 可能我吃完東西就會 洗澡 然後睡覺 我從此可以有一個 非常正常的生理時鐘 我希望是 因為剛才去心理相談的時候 那個人跟我說 人其實是要有規律的生活 我是不定時睡覺 睡多少個小時是隨心 然後吃東西又不定時 他說我生活沒有一個 固定的routine 所以 這個東西呢 會對人造成一個不安感 因為人呢 其實是需要穩定感的 所以他現在就叫我 一天要固定睡8個小時 盡量可以的話 抹對自己的心情 吃飯的當然最好 又是 可以固定的時間吃 因為呢 我是睡10個小時才救人 但是呢 很神奇 我呢 搬了過來這裡幾天 我每天都是睡 可能六七個小時 這樣就自己醒了 可能這間屋裡 有一個好好的影響也不一定 超大塊的 吃了半塊的城寨